余秀年 十六年前 是一個很有責任感的好女人 很傳統的中國女人 很有來涵 很有愛心 但現在她又再回到江湖 是因為一個靜落 是答應過怎樣都要保護這個清明寶劍 現在十六年後 我自己是一個觀眾 我都很好奇 我們這個余秀年 這個好女人 是否可以真的去到大俠的平軌 清明寶劍那是我的宿命 這寶劍負著太多生物 我相信真正的俠客 會把刀消除 到動作方面 我想我最欣賞的是 他們在兵園上打斗的場面 因為你是看到 袁和平導演 除了是 因為他經常跟我們說 我們打 就這樣打是沒有用的 因為如果武器大動的場面 觀眾又不投入 你又不投入 兩個好像在表演一樣 在那場戲裡 他們特別設計 在畫來畫去 我覺得他真的很用心 去設計這場戲 袁和平是我的偶像 袁和平就是 如果那個動作 要是那個戲做得不好 他一定不會收貨 而且我最喜歡 他不說客氣說話 永遠他就 嗯… 我們說OK 導演知道 這意味未做得夠好 到他一說OK 我們大家很有信心 真的他嗯 是OK的 我經常覺得呢 我們的生命 是我可以 作為一個演員 這就是我的責任 就是做得最好 我差不多每天都做練習 因為我覺得 這是我自己一天的生命 好像 你個人的保護 你每一次 你一起來 你一整天拆牙洗臉 那我一定是拆牙洗臉 做我的運動 它這就是我的生活 哈哈哈 哈哈 哈哈 Zwink oh no 你会不及时 哦哦哦哦哦哦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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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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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